XCAR海外新车原创 大幅减重,从而是操控性进一步提升。此外,新车有望在10月份开幕的巴黎车展正式亮相,新缓OBTTS的官图曝光,新车有望在10月份开幕的巴黎车展正式亮相,外观方面,新车基本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,前脸线条更加硬朗,更霸气重感。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六边形黑色蜂窝状前格衫,搭配大尺寸的下进气格衫,环绕车身的空气动力学套件突出十足个性。此外,新车的前杠底部,采用了银色镀格装饰,相比现款车型更显时尚。 除此之外,新车标志性的抛光银色外后视镜也得以保留,全新的多幅运动轮圈更显个性,进一步提升了视觉效果。 车尾部分,我们看出新车配备有一个固定时扰流板,并采用了大口径双边共四处排气布局。 内饰方面,新车整体变化不大,奥迪家族式的圆形出风口得以保留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新车的挡把两侧处还带有蓝色元素进行点缀,彰显出新车年轻运动的风格。 此外,根据曝光的官图来看,新车还采用了大尺寸的全液晶仪表,科技感十足。 动力方面,新车继续搭载2.0T发动机,最大输出功率为210千瓦,286PS,峰值扭矩380牛米,传动系统皮,配6速双离合变速箱,并标配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,编辑点评,与TT普通版车型相比。 新款奥迪TTS更加凶悍,霸气的外观就让人敬畏三分,而且这绝对不是样子祸,强劲的心脏和Quattro四驱系统让其足以秒杀街道上的绝大多数车型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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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